今天我们想要来示范的是Blender里面的UV贴图 所以我先把这个立方体 然后呢先进入到UV编辑的模式 然后我进去编辑的画面 现在正在编辑这个立方体 然后我使用UV Unwrap 里面呢我使用 如果直接使用Unwrap的话 你会发现它贴出来的不太像是我要的 所以我改变使用UV Unwrap里面的Smart UV Project 这样做出来比较是我要的 那有了这个之后呢 接下来我要先建立一个新图 名字就叫做UV Box 那在这边就是不用设太大 512乘512 OK了 那这样子UV贴图的部分 大致上就OK了 但是我们现在要能够开始画 在这里有个Paint Paint就可以开始画了 那我要做一个骰子 所以我这边弄一点 不过为了要做 我这样做出来会是一个黑色的骰子 我们来试试看 2点 3点 随便画一下 就这样好了 如果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先不要做骰子 那我这边按F12 结果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原因是因为 我们必须要先设一下材质 在材质这边 我们必须要设Image or Movie 然后在影像这边 我们就要选择刚刚的UV Box 这时候就有了 OK 然后呢 在Coreordinate这边 我们要选择UV的贴图方式 Map就是用UV Mapping的方式 刚刚所设的那个UV Map 然后这样按F12 就会看到贴上去了 可是这个看起来不亮 所以我们就把它 设一下环境光0.3 OK 这样子 OK 会亮一点 那但是黑色的 雾气抹黑的 看起来还是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回到原本的UV Editing 这个地方 然后呢 我先把这个 骰子 先涂成 白色好了 在这边 搬进 我设一板 粗一点 就可以一次把它涂好 骰子白色的比较合理 好 那接下来点呢 我就点成 红色的 好 这里呢 就不用太大 3 20 就可以了 好 那 Strains 就 一点 好 那 这一点 两点 三点 三点 四点 五点 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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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就是我们 UV贴图 利用UV贴图 然后在Blender里面 不需要借助 影像编辑软体 所做的 骰子 然后我们来把它存档一下 UV贴图 OK 这样子就存好了 那这是我们做UV贴图的方法